前總統馬英九九月一號傍晚 專程第三度到基隆力挺市長謝國良 並且和前議長蔡旺蓮 副議長楊秀玉 市議員張耿輝 蓮恩典和郭美秀 以及鄭凱琳等人 一起走訪七土區百福社區的黃昏市場 受到民眾熱情歡迎 拿著反罷免扇子搶簽名的 以及搶拍照的都有 馬前總統也跟好幾家攤商購買不同的食品 讓攤商們好開心 馬前總統自己也逛得很高興 而這趟走訪行程最主要的 還是呼籲大家 10月13號一定要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力挺保護市場 東岸商場已經五連勝的市長謝國良 並且三度和謝國良來個勝利之握 為謝國良加油打氣 反惡罵 聽三條 反惡罵 聽三條 我想大家現在市民都看得越來越清楚 那在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 還是感謝馬總統繼續的來幫忙我 那這不可以是最後一次 拜託馬總統持續的來幫忙國良 我想我們的支持度才會有機會持續的攀升 所以民進黨發起罷免謝國良市場 純粹是為了轉移外界對鄭文燦大貪欧案的焦點 對不對 那個事情很嚴重啊 我也很遺憾 他也是我們台大學弟啊 請大家千萬不要上了民進黨的盪 只要大家不上盪 民進黨轉移焦點的計謀就不會成功 對不對 那表示他就失敗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要再次的呼籲基隆鄉親 支持這個青年國良反對惡性罷免 所以13號拜託各位一定要記得去投票 最後更專程到福武街上享用也力推著名的風神白斬雞餐館的土雞肉和各項小吃 馬前總統更應老闆的邀請在牆壁上簽名 並且寫下近月遠來高朋滿座稱讚店家的各項菜色 實在好吃 推薦給全國各地的好朋友們 來 風神白斬雞贊不贊 贊不贊 謝國良贊不贊 馬總統贊不贊 好 謝謝 記者吳俊松 許玉龍採訪報導